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会有吃不饱饭的人吗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 食物不足的家庭约占全美家庭的15% 达1750万户 谁来帮助他们的 食物银行每月一次把免费食品送到这间教会 由教会的义工分发 今天食品种类很多 面包 大米 罐头 冻猪肉 红薯 葡萄等等 很多人一大早就赶来 教会门口交通有些拥堵 什么人有资格领取免费食品呢 任何低收入的人都可以来领取 我们并不登记他是否有合法身份 人们装满食品高高兴兴地离去 食物银行发放点设在教会 学校或慈善机构里 在美国各地超过6万处 我们很高兴每个月在这里为附近的大约400个家庭服务 50多年前 约翰范·亨格尔在凤凰城的慈善厨房做义工 送食品给游民 他遇到一位单亲妈妈 他每天去商场垃圾桶找还能吃的食物来喂养孩子 那些被丢弃的食物只不过是包装损坏而已 这位母亲说 这些还能吃的食品若能像钱一样存在某个地方 供人领取 而不要丢进垃圾桶 那该有多好 这给了亨格尔灵感 在圣玛丽教堂资助下 他租了一间仓库 先到附近的商家农场收集剩余的食品 再通知各慈善机构来领取 发放给社区中需要帮助的家庭 这个创举大受欢迎 1967年 亨格尔将货仓取名为圣玛丽食物银行 来纪念圣玛丽教堂的资助 以及那位单亲妈妈 世界第一家食物银行诞生了 第一年便通过36家慈善机构 送出了25万磅食物 此后食物银行如雨后春笋在全美设立 70年代 美国很多州通过好萨玛丽亚人法 以减税优惠鼓励企业捐赠食物 90年代成为全国立法 大力推动了企业个人捐赠食物给穷人的文化 1979年 亨格尔建立了全国食物银行联合会 取名魏阳美国 有200多间食物银行加盟 此后在全世界建立了数千家 如今 在食物银行做义工的美国人每月多达200万人 我在这里服务是因为我的主耶稣 他教导鼓励我们能去照看需要帮助的穷人 很多基督徒参与这个机构工作 每个月我都会把穷教会里收集到的食品送到这里 很多人需要食品援助 这间教会作为食物银行发放年已有30多年了 当我们教会买下这座教堂的时候 上帝就感动我 不但让他们继续留下来服侍 而且我们教会会大大的支持他们 很多弟兄姊妹志愿地为他们奉献 承担下了新鲜食物 鸡蛋 奶酪 肉类 放在冰箱里的这些食物还买的费用 特别是他们捐助了新鲜冷冻食品 这是食物银行不供应的 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 加入了食物银行服务网典中 2019年开始 这是我们第九次 每个月越来越多人会来 希望让我们周围知道 我们这里有一个教会 知道有一位神你爱他们 我已经参加好几次了 希望把基督的爱传给我们社区 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328 今天人特别多 魏阳美国机构调查 每年平均有4650万人 接受食物银行援助 而另一方面 美国生产食物总量的40% 被丢弃浪费掉 达6000万吨 数量惊人 美国这个国家是由移民建立的 我父亲是第一代移民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互相帮助 美国是一个整体 代代相传的文化 基于建国先贤们 很多都是基督徒 真正的清教徒精神是 当他们奋斗成功以后 愿意关爱那些弱势群体 我们总有更多的试作 因为有大量的需要 新移民常说 不知如何融入主流社会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就是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最佳途径 也是我们每个人为社会当尽的本分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